接著帶來關心的是 國內針對新冠病毒防疫有成 指揮關於陳志中今天開記者會 感謝了幕後1922防疫專線的客服人員 因為自從去年1月底以來 防疫專線的總進線量 已經達到了202萬通 而這段時間的來話數 也以政策公布 還有疫情的嚴峻程度高度來相關 其中舉例來說好了 以去年的4月20號 當時爆發就是海軍的 敦目艦隊疫情的時候 來話數是47,062同事最大量的 陳志中感性的說 在防疫資訊的溝通上頭 1922的專線人員 可以說是立下了汗馬功勞 熱情活潑的聲音 他們是除了口罩國家隊以外 另一群幕後防疫英雄 也就是1922防疫專線的客服人員 辦公室裡每個人頭戴耳機 仔細回應民眾來電 指揮官陳時中說 國內防疫有成 多虧有他們 是最廣泛 也密集的跟社會溝通 去年一整年來 整體的規模真的要很大 對我們整個防疫 在資訊溝通裡面 竟然來汗馬功勞 統計自去年1月23號至今 1922防疫專線 總進線已經達到202萬通 其中8.4萬件 屬於比較複雜的後送案件 而這段期間來電高峰 分別是去年2月5號 中國人事暫緩來台3月19號 非本國籍限制入境 4月20號敦目艦隊疫情 以及11月宣布秋冬防疫專案 和今年1月1號開始 限縮非本國籍入境 與1月24號擴大回溯 醫院接觸者居家隔離 其中又以敦目艦隊疫情爆發時 來話數47,062通最大量 1922我們也提供英文的服務 從疫情發生以來 調動了非常多的人力 來服務我們的民眾 24小時的防疫專線 民眾諮詢最多的前三項 分別是隔離請假 自主管理等相關問題 其次是居家檢疫的注意事項 與細節 還有居家檢疫的安置問題 民眾能有良好的防疫觀念 1922的廣大客服們 真的功不可沒 記者秋天零星台北採訪報導